没错,我们之前预估好就是,譬如说 这一瓶 好 九百块好了,另外一瓶一千六 一千六好像比较好 对,生小孩生的比较少 我说我一定要给我孩子最好的配方奶 他买了一千六 结果真的有一天他来就是 为什么? 对,大便 而且我吐肚子很胀 我就问他,是用哪个配方 他说,我买最贵的 才知道 他对那个牌子里面的某个蛋白质过敏 刚刚他就拿过了 对,我们就改回九百块那个 乖 就可以了 大家好,我是皮肤科林郑贤医师 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推出有关皮肤疾病 还有医学美容的相关信息 欢迎听我们的频道 那今天由我还有杨树文医师 跟大家继续介绍有关过敏这个主题 杨医师,再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儿童过敏风湿免疫专科的 杨树文医师,谢谢 我们上个礼拜有谈到有关过敏的问题 我们讲到说过敏的进行曲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谈谈 怎么预防过敏额的发生 包括抑郭性皮肤炎 还有这些气酸过敏性鼻炎的问题 那我们首先从孕妇这个主题开始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父母常会问到的 我不管父母自己有没有过敏体质 那我去吃益生菌 市面上很多这个益生菌 对小朋友有帮助吗?可以预防他变成过敏了吗? 这有没有什么科学证据? 对,这个研究做了十几年 那结论就是有的人有帮助 有的人没有帮助 那至少就是怀孕的母亲在整个怀孕十个月当中 吃益生菌是没有害处的 没有害处 这个太重要 因为在孕妇做的研究太困难了 因为安全性的问题 至少没有太大的坏处 跟大家回到我们源头 如果父亲跟母亲都有气喘 小孩高达百分之五成 如果父亲母亲其中一位有气喘 小孩得到气喘几率大概三成 那最后呢 父亲母亲都没有气喘 小孩还是百分之十五得到气喘 所以这结论在说目前最新的就是父亲母亲都没有过敏都没有气喘 但小孩还是有机会得到过敏疾病 所以这蛮困扰的 所以家长问说 奇怪啊 我们家族都没有气喘都没有过敏 怎么我们这个这个孙啊 我们好不容易得到这个这个小孩 哦 那就气喘很厉害 过敏很厉害 所以源头就是刚刚林院长讲的 环境污染 环境 那个食物稀化 再就作息了 我想这这这几个是主要的原因 所以目前对于这个妈妈在怀孕期间或哺乳期间 使用益生菌还没有一个定论 这不一定要 那又有人提到说 他如果说妈妈哺乳的时候喂母乳 那对于预防产生过敏额 这样也有帮助吗 对对对 喂母乳这件事情 喂母乳我们在台湾我们知道说 母乳是我们儿科医师非常建议的一个方式 那也是最天然的方式 就是有些妈妈真的是母乳不够 你这样逼迫她喂母乳 其实她心理压力很大 对因为大家都一直推广嘛 没错心理压力大 大概就会来看林院长皮肤病不好啊 子楼性皮肤炎啊 汉抛枕就开始发作了 所以我们还是说如果真的母乳 不要勉强 对就是尽量啦 现在有很好的部分水解蛋白配方 我想是可以做一些替代 真的有遇到喂母乳的孩子 还是有一位性皮肤炎过敏症状 还蛮常见的 能喂母乳的话 其实有助于减少过敏额的产生 因为我知道好像有一些小朋友对牛奶也会有过敏的情形嘛 养医师有什么看法 那如果是妈妈这个小孩出生之后 因为她对牛奶蛋白过敏 牛奶过敏 举个例子他们容易腹脏 腹脏 有的会吐 会拉肚子 那有的大便有血丝便 这些都是牛奶蛋白的过敏的症状 会有医院性皮肤炎吗 你如果是刚出生大概一个月 比家不会出现那么明显的症状 主要是用肠胃道来表现 对因为吃进去的所有的食物 包括最主要就是牛奶 不管是母奶还是牛奶 接触到就肠胃道 肠胃道症状是首先 就是一般家长就带来给小额科医师看 我宝宝很奇怪 肚子一直胀 那没有大便 可能三天没有大便 四天没有大便 家长就很紧张 就会来找小额科医师 那有些是呕吐 有些是喷射状的呕吐 那有些是义奶 家长就很焦虑说 哎呀我这个是金孙啊 不吃奶怎么行啊 所以是常常我们会遇到这些症状 所以我们就做详细检查说 要问他到底吃了哪些 那个牌子的配方奶 吃完是不是先拍打嗝 那是不是马上把它放平 这些都会让 baby很容易吐奶的症状 如果排除到这些 我们就是育儿标准的知识都OK了 那我们才会想说 这个孩子是不是对他吃的食物 就是所谓的牛奶或母奶过奶 我听过有些说法说 就是母奶是给人喝的 牛奶是给牛喝的 所以牛的奶不是给baby喝 所以这个观念是对的吗 对 跟大家包括 我小时候喝了一小段时间的母奶 之后呢 因为我就给阿嬷照顾 所以阿嬷当然是给我喝牛奶了 我以为阿嬷给你喝母奶 没有 那个时代的 所谓的妈妈级的 也在打拼经济啊 所以还是 如果没有办法 还是用配方奶 但那个时代没有水减的配方的 这个配方奶 那这个时代因为过敏太过严重了 所以那些厂商都去研发这些新的配方 特别是对母奶比较少的妈妈 或者是喂母奶还是导致皮肤过敏 肠胃都症状很厉害的宝宝 我想这是一个 一个可以解决的方式啊 比如说奶水不够的话 也不要太过勉强 可以使用你刚刚说水减蛋白 水减蛋白它是 为什么能预防过敏额的产生呢 它的原理就是 比如说一条蛋白质 比较长 对我们把它切切切切切 比如说一千块 我们把它切成十等份 就是变成一百块十张 那当我们吃进去了这个蛋白 到血液里面 它去接触到的面积比较小 所以它就不会反应那么激烈 它就稍微冷静一些 就是把比较大的蛋白质 把它切成比较小段 比较细的 让我们人体的免疫过敏反应 比较不会这么强烈 它的原理是这样子 那你有没有推荐什么的配方 比较好 市面上的品牌很多种 你会推荐什么 配方你比较建议的 对因为这个节目 会到全世界广播 所以我们不能 不能业配就对 对不能业配 原来的大厂牌 大厂牌 就是常常有帮医生 做很多教育训练的课程 我想他常常有做一些研究 又推广 那重点是他真的有做这些研究数据 告诉医生 告诉民众 的确是有效的 所以每个配方他会加了自己毒方的特色 我想这个都是可以参考 这第一个原则大厂牌 第二个是添加物越少越好 不要加有的没有 有的时候会跟你讲说 加了什么东西 加了什么东西 那其实那些不见的是有帮助 甚至有时候可能有害就是了 没错 也就是说不一定贵的就好 没错 我们之前预估就是譬如说这一瓶 九百块好了 另外一瓶一千六 一千六好像比较好 生小孩生的比较少 我说我一定要给我孩子最好的配方奶 他买了一千六 结果真的有一天他来就是 绝血便 绝血便为什么 做了详细的检测 才知道他对那个牌子里面的某个蛋白质过敏 刚刚他就是那过敏 对我们就改回九百块 那个就可以了 这就解决了这个蛋白过敏的定力了 所以就算他水减蛋白的奶粉 也是有可能里面有蛋白质会过敏 对他有不同的配方 那有些是部分水减 有些是完全水减 所以不同配方 不同的体质 不同的成果 妈妈怀孕期间 可能吃益神经不一定有很大帮忙 目前还有正义 那小孩子呢 他如果说这时候给他 胃胎益生菌 或是什么益生源 这一类的东西有没有帮助 那在我们儿科 最常见就是一些消化到不好的孩子 就是所谓的 官能性肠胃到不好 就是说他很容易肚子胀 那我们给他吃益生菌 的确减少负胀 而且让他牛奶消化下去的 这个过程比较顺利 那当然回到这个免疫疾病部分 是不是能够减少 異位性皮肤炎 过敏性鼻炎 气醇 每个国家做出来的结果 结论都不太一样 所以结论就是一半有效 一半没效 所以吃了对孩子有效 那我想就可以继续吃 那重点就是 可以跟你的儿童过敏专科医师 好好讨论一下 不要自己说 我就自己蒙着头 吃个三年 这样就压力太大了 可以跟医生讨论 没问题 除了刚刚讲的这些 可以预防过敏的方法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建议 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我 常常在门诊 就告诉病患说 要运动 要运动 对 那病人我说 医生你到底有没有在运动 我说 就是要自路性剩下我的绘本 里面就是有很多运动的方式 包括跑步 骑脚踏车 攀岩 爬山 那我个人最喜欢就是跑步 所以如果过敏的儿童 譬如说他喜欢游泳 我觉得游泳是一个蛮不错的运动 那但是如果皮肤正在急性感染发炎的时候 譬如说他的异味性皮肤液的时候 你先把皮肤找领院长先顾好之后 再去游泳 那游泳要选对游泳池的地方 有些游泳池它的率特别高 你游完之后皮肤开始红通通 刺激 接触性皮肤液 那你可以选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游泳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就是游完泳之后 立刻如果皮肤太干 记得上乳液 上饱水 锁水的产品 这个要请教了领院长 那在跑步我觉得是蛮不错的运动 但是跑步之后流汗 汗水就是一个特别的刺激 所以跑完步 譬如说像我自己早上五点半起来跑步 跑完之后跑了三十分钟 我就赶快把它冲澡 把汗水洗掉 在上保湿 锁水的乳液 让这皮肤保持在 充满保湿的状态 水分的状态 没错 这样可能看起来皮肤会年轻十岁 所以这是跑步要注意的事情 所以刚刚讲的 游泳 跑步 骑脚踏车 去爬山 这些都是很好的运动 那重点就是不要只有六日在去运动 就是规律 就是要动 就是要动 活着就是要动 所以运动它也可以减少过敏的发生 运动是输压 输压 压力是导致过敏 其中之一的原因 所以运动可以输压 输压可以减少过敏 这倒是 这真的 因为其实我们有一些皮肤疾病 其实跟压力有关系 压力会让你的 我们上次讲过 压力荷蒙上升 你就会变得比较容易发作 但是有父母担心说 他比如说像你绘本里面讲的 这个气喘的问题 那气喘会不会在运动的时候 更容易诱发出来 那要怎么平衡 这个太重要了 就是如果说是气喘发作的时候 就不要再去跑步 不要再去爬山了 先找儿童过敏专科医师 把你的气喘顾好 把你的鼻子过敏顾好 帮你的异味性皮肤疾 找皮肤科专科顾好 在稳定的状态下 没错 没错 我想循序渐进 不要一次就去跑马拉松 这个太困难了 该平常保养的东西做好 那甚至你要去攀岩 去挑战的运动 我想都没有问题 极限运动 这个对小孩子可能危险了一点 妈妈的宝贝不可以去做极限运动 好 那我们今天就从妈妈的方面来谈 预防过敏儿 那从小孩子的方面来谈 预防过敏儿 那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一定的认识了 那下一集呢 我们还要再谈谈有关食物过敏的问题 跟蕁麻藏的关联性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记得按赞还有订阅 我们的频道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 我们就下次见 拜拜 测试一下 你好大家好 我是杨树文医师 为什么每个讲话都比我口齿轻松 蓝医师也是 我对台湾狗语的 我是瘟客 你 我不能 我不能 没有 那么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